各位同學 早早 今天很高興來跟大家近一面分享一些我所了解 為新台灣論包括所有我們在這裡 所有工科的工師 理局出來所有的台灣的法律 在這裡來跟各位同學 各位學員大家來 來互相研究 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 這是我們的大家長 我們家裡的大家長 我們穿過 外界都是穿過他叫做日本天皇 我們的大家長不是這樣 像有人在說我們的爸爸是蠻蠻蠻人 我們一定要叫爸爸 金上閉下 金上閉下 那就是我們對他的競爭 我們基本上哪看得到他 我們一定會這樣結 我相信很多人在台日本港的鞭片裡面 可以看到大家台身也好 甚至一般民眾也好看到 那就是我們台日本地國風地群 大家都是這樣走 極竅嘛 90度 我們今年 今年喔 今年這個 要去日本喔 跟天皇很受 就是 可以看到這兩位 我們從紀錄片裡面都看得到 他在裡面都跟大家這樣 會唱 那就是中 這個 他名字叫做 明恆天皇 然後 左手邊 右手邊那個是 我們的 皇后 那一般 對外來講 都叫做 陛下 兩個都叫做 陛下 因為我們 日本天皇 日本 台日本地國的台皇帝 不是全部都是 南鄉 全部有南鄉 也有入鄉 從 有開始 神武天皇到 陛下 陸陸續續下來下來 都有很多 台 到現在已經是一百二十多台了 好 來 我們現在來開始 今天要演講的題目 是台灣發力 發力 發力台灣 這是我的名字 文請子 第一叫請子 溫辰子 對 對 北京藝叫溫辰子 在鎮於副定的之前 我做一個簡單的 調查 請問 聽有台灣話 動心請牙手 喔 不錯 謝謝 聽有北京藝的動心 沒關係 說 聽過台灣話 沒關係 很會騙喔 北京藝聽有的 也一樣騙一下 因為我所在的 在市場有十個 我們高山 謝謝 好 那我就 兩個交叉 因為我希望大家都聽得懂我講的話 因為我傳達了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將來 各位一定是我們台灣民政府重要的 主要的行政官 所以 台灣的法理變成說非常重要 好 請問一下 請問 認為你是這片土地上的公民 請舉手 在這片土地上 是公民的 請舉一下手 好 謝謝 這個是 洪仲秋 那個事件 所組成的一個聯盟 叫公民1985行動聯盟 公民 不好意思喔 我們 都不是 為什麼 他這個身份證上面寫什麼 國民啊 我們怎麼是公民呢 他如果是公民的話 是不是要寫 中華民國公民身份證 他其實寫國民啊 對不對 居留證 大家很少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 像 越南 菲律賓 包括泰國 從外界來 台灣 來這邊從事那個勞力工作 做任何工作 像 幫庸也好 都會拿到這個證件 中華民國居留證 這兩個 國民身份證 他兩個法律的意思不是像那個人家說 在表演說 我有什麼魔法力量啊 還是什麼道師啊 那個法律不是 法律就是法律上的效力 叫法律 既然是國民為什麼要當兵參加投票 對不對 就普世價值跟國際基本常識的公民 才可以參與 普兵役跟投票 對不對 那你就問啊 中華民國為什麼不發行公民身份證啊 他為什麼不發行 很簡單嘛 因為台灣澎湖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啊 如果中華民國要發行公民身份證 必須回到中國的領土 沒有台灣喔 中國領土沒有台灣喔 而且這兩個地方喔 很小我印不出來 金門跟馬祖 我們也知道金門馬祖是什麼 中國福建省的管轄區 從古以來他一直就是中國的土地嘛 根據國際戰爭法規定 佔領不宜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根據這個規定 所以他如果要發行公民身份證的話 必須乖乖的回中國 去發行他的公民身份證 1949年10月1號之後 中華民國的定義 恐怖組織啊 美國對於恐怖組織的定義 第一個 不是國家 第二個 第二個 擁有武器 第三個 到 到處徵兵 到處徵兵 中國武裝難民是當今最大的國際恐怖組織 他掛這個旗子 跟所有的 我們也知道他現在所有的武器裝備上面 那個車輪牌都已經塗掉了 我們在路上也看到很多軍車 我們印象當中那個軍車前面 他是不是一定會印那個車輪牌 現在都完全都沒有 所以可以發現到 為什麼 2009年4月7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巡迴法官 Brown 判決 原告 Roger C.S. Lin 這個案號是 他這個 這個是這個case的號碼 08-5078 看到 2008年的這個9月受理的 那什麼時候開始 判決的 2009年4月7號 這個 各位學員一定要 千萬一定要記得 這五個 五個判決 第一個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第二個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承認的政府 第三個 本土台灣人仍處於政治戀儀中 第四個 台灣仍然在美軍軍事佔領中 第五個 美國行政單位因主動協助原告的訴求 我們看到 本土台灣人 前幾天的課程我也聽到 其他講師也講到這個重點 The people of Taiwan 這個是什麼 台灣 屬於台灣的人 不是on on是什麼意思 你就是上面 都沒有分喔 只要你進來台灣 你就是people on Taiwan people of Taiwan 就是土生土長 我就生團在這裡 我的祖先一地都在這裡 所以說就是off 屬於嘛 在土甲發出來 叫做off 我們剛才有看過 有一點 政地連絡 什麼叫政地連絡 這就是政地連絡 年底我們現在都聽得對 在吵什麼 選舉了 我們聽 那些政經怎麼會選舉 不可以嗎 對不對 他在吵什麼 國賓新聞情 他誘拐我們犯罪 我們拿的是國民身分證 跟居留證是一樣 我們譬如說我們去美國 拿著綠卡 綠卡它也是跟居留證 是一樣性質的東西 他可以拿著居留 我們可以拿 譬如說我們去美國 我們拿著居留證 可以選美國總統嗎 不行喔 不行喔 他居留證跟國民身分證 是一樣的效力 剛剛也開始講過 所以基本上 國民是不能參加選舉的 而且你的 他的身分證 他的國民身分證 其實他性質很像什麼這樣 很像我們進來 進來一個社區 他換一個識別證給你 識別證是不是 我們要換證 會留下資料 同樣性質 他是為了管理方便 分給我們那個 國民身分證 那為什麼會發那個 後續我們再講 如果你想被 繼續被中華民國 留政府壓榨 欺壓 詐騙 起因就是 你還在領他們選票 幫忙嚴授 為什麼叫嚴授 他1949年已經滅亡了 對不對 1949年10月1號 滅亡了 他來台灣 他用選舉的方式 就是誘拐你 讓全世界知道說 我們本土台湾人 發育甘願 沒有管 發育甘願 沒有企業 甘願 發育甘願 大家回答 一定會 走什麼 走他們的政經 又走什麼 陰 大家去參加選舉的時候 有一個陰 他回答名 旁邊 他就交 他有政經 白痴黑衣 美國問 他就說 欸 民政你有回答名 你參加選舉的時候 政經 確定是這樣 他又是自己回答名 對 他就說 合理 合理 所以 我們為什麼叫他 欺負68年 沒話說 因為大家說 我去 領票 選舉 支持人 由洪仲丘的事件 看ROC的兵役法 他兵役法裡面 我們給他放一下 這裡有網址 我們當然 大家可以Google去查一下 兵役法 都很容易去看到 他裡面 第一條 第一章的第一條 中華民國男子 依法皆有服兵役的義務 男子欸 他怎麼不寫公民 男子欸 很奇怪的一點 我們看到 一個正常的國家 瑞士 歐洲的中立國 他的兵役法的內容 瑞士公民 他裡面就寫citizen 公民 在年滿20到60歲 所應服的兵役義務 可分三階段 他都有寫 很奇怪 他自己 自己出的 他們自己出的 而且確實是寫公民 為什麼 他寫男子 騙我們嗎 好 那我們回歸正題 再講那個天皇主權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兩位 我們的大家長 我們 為什麼要跟他鞠躬 第一個 我們要感恩他 我們 他 所建立的 一切的所有的基礎 我們現在享受到的 建設 其實在 大日本帝國的時代 就已經墊下基礎了 中華民國流行來這裡 是來掛中央 我相信很多講師 包括我們在網路上 也看到很多童心 所貼的文章 我們也看到中橫 他也是一樣啊 他是掛中央 只是做個牌坊 片一片而已 這是我建的 鐵路給他建的 什麼都建的 結果不是 是大日本帝國 我們看一下 他那個1895年馬關條約 我們都 那個日本天皇 擁有台灣 是跟日清戰爭 日清戰爭之後 那個馬關條約裡面 頭一條就講了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與大清帝國大皇帝所簽訂的條約 是合法的 不是像中華民國 流行政府他寫的教材 日本竊據台灣 是嗎 不是 我們是照法理來的 北爪黑衣 而且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跟大清帝國大皇帝 當時在簽約的時候 他是派代表 而且在完全沒有任何脅迫之下 所簽訂下來的馬關條約 他花了7年使用武力征服 conquest 這為什麼要用征服 因為當時 他台灣 他的台灣大清帝國 他擁有不完整的台灣領土權 因為 他那時候 大清帝國所宣稱的領土 其實不是領土 是屯墾區 六個屯墾區 而且看起來怎樣 很像禪 小時候我們讀書 老師都一開始都教我們去採商業養禪 他其實 已經偷偷暗示我們了 大清帝國擁有的是不完整的領土 沒有台北市 叫我們去採商業養禪 蠻像的 然後 日本天王花7年的武力使用 征服的手段 把這個方式 因為這地方 他是高砂族的 他不是沉到海裡面去 然後1937年黃明化運動 黃明化運動就是讓我們每一個人 學會講日本話 看得懂日文 這樣才能夠就是說 如果國家要施行法律還政令的時候 包括在宣達一些政令的時候 聽日本話大家才聽得懂 看日文才看得懂 所以一定要黃明化 這是方便 然後1945年4月1號天王造書 施行大日本帝國的憲法與前台 這是造書 一樣白紙黑字 這是黃明化那時候1937年的照片 那我們看到這個紙幣 紙幣現在都看不清楚 因為這是 有個 這是新竹州州長在提供的那個 那個 傳單 我大概給他翻拍一下 1945年4月1號所使用的紙幣 它上面是寫什麼 台灣銀行 為什麼寫台灣銀行 因為 當時還沒有建構 完整的主權 所以使用的是台灣銀行的 那個鈔票 它叫券 那個券 銀行券 1945年4月1號 所使用的紙幣 這是根據那個萬國公法 它行線的造書下來之後 就可以開始使用 日本銀行的鈔票 台灣自1945年4月1號起 已經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因此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這是我們官方 台灣民政府官方網站的網址 我剛剛看到那一隻 蠶 你嗎 就這樣 為什麼這一片不見了 高砂族的部落 部落都在裡面啊 然後那個大清帝國為什麼打不進來 很弱啊 它沒有像 大日本帝國武力 它都可以 因為為什麼它 那個 要用武力的方式 來征服這個高砂族的領土 因為當時 大日本帝國它為了這個問題 曾經開了一個國際會議 經由各國 來做詢問 說我要怎麼樣來處理這片土地 後來就是 美國有跟他講說印第安人 他當時美國在拓放的時候 印第安人不是很多部落嗎 用武力的方式去做征服 政府之後這個地方就可以納入管轄了 這是我們昭和陛下的勤憲造書 放大版的 我們看到 這是我們天皇的寶寶 那個是什麼 四方印 玉人 天皇 昭和20年4月1號 內閣總理大臣是小雞國昭 這邊通通都是那個內閣大臣的名字 政委這樣下來 大日本國台灣的行線紀念日是 1945年4月1號 為大日本國新政令會計年度的開始 這是基本常識 包括現在日本國 它的新的會計年度也是4月1號 那我們看到這個 其實事實告訴我們 這個1945年12月25號是什麼 漁人節啊 顛倒啊 他說4月1號是漁人節嗎 No 不是 12月25號才是漁人節 他流亡來這裡 他什麼時候他的憲法實行在這裡 沒有 漁弄詐騙本土台灣人的假節日 這也是基本常識 你看像小丑 你還好 孫德隱跟內地 像我們最大的潘先生 潘宥謙潘先生在裡面也有說 什麼叫內地 什麼叫本島 很清楚的介紹 我們來引用一下 內閣總理大臣 殿 你看這些都是正式的 冬風的八爪黑衣 這都是文件 很清楚的 東條英姬 昭和18年9月23號準備 台灣本島人也含高砂族 對徵兵制施行的準備 才可是 才可的長官是 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姬 在昭和18年9月23號 這也是白紙黑字 很清楚 台灣國際地位必須正常化 中華民國沒有權力出賣台灣 如果台灣是中華民國一部分 為什麼有兩個受想的單位 包括你看為何台灣光復 他想台灣光復 他以後中華民國的錢幣 為什麼不能在台灣使用 因為他是代理佔領台灣 佔領不得已專注 你看這上面寫的是什麼 中國銀行 他是中華民國26年 這等於1937年 他就有中國銀行的鈔票了 那很奇怪來台灣之後 這1946年的鈔票 為什麼這一張不能拿來台灣用 他偏偏要在台灣使用台灣銀行的鈔票 剛剛我們也看過 對不對 就是他不是他領土的情況之下 只是管理地區 甚至是殖民地 他當然是使用當地的銀行來印鈔票 而不能使用他自己國家的鈔票 這是全部都按照國際法來做的 來看喔 上面這個寫一個牌坊這個 這不清楚沒有關係 我後面都有補充 那那個自由時報 今年的6月9號 星期天那個 他有 美國中情局1949年文件指出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Repalk of China的一部分 是大日本國的領土 占領不宜轉主權 國際戰略政法的規定 我再次強調一下 這是那時候 1945年10月25號 當時的場景 這個在大日本國台灣的公會堂外面 是這個場景 外面是這樣的 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在公會堂裡面 受享典禮 受享典禮 你剛剛這上面是怎樣 這是英國國旗 美國國旗 這是蘇聯的國旗 這個咧 這個不是國旗喔 中華民國的國旗是五條線 五色旗 不是這個 這個是中華民國海軍軍旗 從公會堂外鬼牌坊 看見謊言跟事實 看起來真的很像鬼 遠遠看真的很像 還張大嘴巴把人吃進去 有沒有 主要佔領全國美國新條旗 68年前的照片 出現了意義 你看到這上面是不是有新條旗 這個也是啊 為什麼把上面綁上去 他如果是 他們講的台灣光復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把他們的國旗 五色旗 掛在上面 結果不是啊 美國國旗在最上面 還有旁邊 很清楚 他的意義就是 美國軍事佔領 而且是美國分配佔領權 給蔣介石元帥 不是中華民國 是蔣介石元帥 所以他使用的旗幟是海軍軍旗 不是國旗 根據國際戰爭法定義 1945年10月25號是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是 我這個打法是 要把它更正 接受投降 不是台灣光復 它寫台灣光復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他一開始 很光明正大的 來欺騙 站在 那個 台灣公會堂所有的民眾 因為那時候大家看得懂 日文嘛 他想說 大家看不懂 我貼上去 反正公開嘛 看得懂 看不懂 我們的事情 他們不管 他隨便給你弄一下 然後這裡寫 中國戰區 台灣省 壽翔典禮大位 是中國戰區嗎 1941年12月8號到1945年9月2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中國軍從來沒到過台灣 大日本帝國台灣 是太平洋戰區 蔣介石集團 刻意在這個地方 動手腳 動手腳 是什麼 他是要營造 政治煉獄的一個起頭 很清楚 你看 中華民國國旗 五色旗 五色旗 陸軍軍旗 就這樣 然後再來 很像那個水車 我們在南部看 有些比較古早的 古早味的 古物 這個水車 很像打水車的東西 海軍軍旗 長這個樣子 主要佔領全國的國旗 美國國旗 他只是因為 麥克拉社第一號命令 代理軍事佔領 所以他的 那個旗子 是中華民國海軍的軍旗 這旁邊的呼口號 那是他們的事情 我們不用管他 OK 後面有沒有 公會堂受 受搶的典禮 1954年 1954年 這個事情之後 1954年 中華民國立法院 才確定為國旗 這旗艦 所以 他在後來 可能有人發言 趕快叫立法院 趕快用 這叫做國旗 其實大家都知道 海軍軍旗 各國都國旗 為什麼蔣介石還軍軍旗 各國都國旗 這個是中國戰區 壽祥典禮 不同地方 看到 這個是很隱親 這是那個 大日本帝國的 那個 黃軍 聽證會有沒有 那 在法律上 台灣人屬於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1951年的 9月8號 美國跟48國參加簽訂 就已經讓和平條約 由美國主導的和平憲法 日本政府放棄原本 對大日本帝國 台灣主權的權利 主權權利 不是主權 新台灣論 41頁 最上方 跟 431頁中央 中間 那些資料 這上面 所以 各位學員 務必一定要把新台灣論讀熟 讀透 才能對我們 將來 要對政令的實施 包括 國際媒體 包括 那個 台灣媒體 將來要對我們做採訪的時候 甚至 發表 政府聲明的時候 政府的立場 非常重要 所以一定要 把這本書 讀熟 那個 第41頁上方的資料 195年5 5月5號 他這上面有寫 美國馬克拉斯基監軍在 參議院 增加一下 美國參議院聯合委員會 聽證會上稱 法體上認為 台灣認為 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Logistically For most I still a part of impire of Japan 這是很清楚 寫的 麥克拉斯基監軍他自己就知道了 蔣介石不會知道 所以他是明知故犯 明知故騙 明明知道 還騙我們 新台灣論第431頁中間的資料 1946年的1月12號 行政院 他們的行政院 那個中華民國 的行政院 以 傑參 至第01297號 訓令 擅自把本土台灣人的日本國籍 一律集體規劃成 中華民國國籍 違反國際法 海牙公約還有日內瓦公約 軍事佔領不改變 佔領地主權 不改變人民國籍的法規 公然違法 如果台灣是中華民國一部分 為什麼有兩個受降單位 我們介紹一下 1945年的10月25號 大日本國台灣總督府的總督 安藤立吉這一位 然後將投降書交給中國受降軍的代表陳怡 陳怡就是這個樣子 胖胖的 太平洋戰區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這是在台灣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公會堂 台灣公會堂裡面的場景 再來 在稍早 1945年當年的9月9號 蔣介石元帥派出何應卿 代表中國南京政府 接受大日本帝國皇軍總參謀長小林前三郎 這是投降書 這是在哪裡 中國戰區 他們自己的國家 所以叫做中國戰區 這個地方 太平洋戰區 美國麥克阿瑟以第一號命令 由蔣介石代表盟軍受降 派命令 派命令給他 唉 大家在申請台灣政府身份證的時候 會有一道程序 就是我們要去副政事務所 申請日治時代 我們一定要跟副政事務所講 我們要日治時代 他們講日據時代是他們的事情 他們看不去我們 我們就講正確給他 笑一笑就好 我們要日治時代的 他為什麼還聽不懂 拍謝 我要1945年 9月2號之前的 我要申請我祖先的資料可以吧 我爸爸媽媽的執系親屬 媽媽的執系親屬 爸爸媽媽的執系親屬 他就聽得懂了 我們申請出來了 我們會很驚訝的看到 為什麼不是中華民國的戶籍資料 而是大日本帝國的戶籍資料 很清楚嗎 嘉義 抖六廳 看得清楚 差不多 日治時代台灣人的日本護照 台北北門街 這是地址的寫得很清楚 OK 大日本帝國台灣人的國籍 如何被改變 這一張 這一張我相信很多人沒看過 而且歷史課本 他也不會把這一張秀出來 這張行政訓令讓本土台灣人從此關入政治煉獄 節餐至第01297號 這裡有寫 原有我國國籍之台灣人民自34年 他寫 這不是很清楚 恢復國籍 他寫 他寫我寫 我寫 查台灣人民援繫我國國民已受敵人侵略 這都是政治語言跟事實不符 然後從那個民國34年12月25日起 一律恢復我國國籍 一律恢復我國國籍 這個下來了 10月25日 就是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台灣工會堂 受享那一天就恢復國籍了 很誇張喔 這張有點不清楚 他一樣也是寫 都是這樣 他這裡有寫 行政院35年 10月幾號 節餐至第01297號 訓令 開始 就恢復國籍 領了身份證 領了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他就開始了 把這一張 這一張戒嚴令 其實是在 中國 已經首先 有層層 中華民國的這個佔領軍的層層 他預先在中國 廣州 把這個戒嚴令發布了 然後來台灣 用這個戒嚴令 凌虐我們本土貪人 這就寫 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戒嚴令 不是他的國土 戒嚴令根據 國際的戰爭法規定 戒嚴令是要在自己的國家領土 才能實施戒嚴令 領了 所以就會 被當成中國人處置 戒嚴令 就可以開始 被 使用 然後本土台灣人 開始就被 領虐了 1946年6月15號 台灣經濟大轉變 四萬塊換一塊 新代表 好人家 突然時間 生活能夠過 這換下去 不得了 我明明有四萬塊 可以買很多東西 鄉鄉 再次起來 好啊 買一碗豆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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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塊換一塊 變成了 這都是 這是哪裡 北港 北港的存款部 這都 面上說什麼日文 台語在國那時候 近年金銀行存款部 就是這種 有些什麼 中用逆部 台灣省 改革壁治 經期開始發行新壁 1949年6月15號 有沒有 他是這個打錯了吧 沒關係 這網路上抓的 這是1946年的東西 遭到中國佔領軍政治煉獄迫害人數 那這就寫什麼 數間防諜 一般治安之類的 你看24萬人受到政治迫害 不計喔 那是有紀錄的 二百來至少有12萬 這是今天講課很重要的地方 台灣過去 現在跟未來 三個階段 美國打敗日本天皇將日本台灣處分 這是什麼時候 1945年8月15號 日本天皇 就是我們御人陛下 他發表御英 他講說大日本帝國向盟軍投降 那麥克拉策就用那個第一號命令 那個由蔣介石元帥 中國佔領軍 他在台灣以兩個單位 軍政 軍政就是我們剛剛看的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就是警備總部 民政單位就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就是後來的台灣省政府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什麼時候開始流亡 1949年12月10號開始運作 這個流亡政權 然後這個時候呢 因為他1949年12月10號的時候 流亡了嘛 可是我們剛剛有看到1946年的1月12號 已經把我們的國旗改了 這個時候 我們本土台灣人的公平跟正義就不見了 被他們吃掉了 看不到台灣人 國旗戰爭法下的政治台灣的現在 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怎麼出現呢 是1978年的年底 12月31號 中美斷交 到1979年的4月 開始這個台灣關係法的運作 然後這個流亡政府這樣就變成什麼 美國國務院下面的民間組織 那美國國務院他也很聰明喔 他不是用美國國務院 他用什麼? AIT 民間組織 American in Taiwan 所以叫AIT 讓中華流亡政權繼續奴役台灣 將中華民國佔領軍改成台灣治理當局 他現在外面 像網站 他像中華民國行政院 他網站也改了 各位同心學員回去的時候也可以看 他改了 中華民國四個字不見了 他變成行政院 很大的改變 然後 必須聽命美國國務院的政治主導 所以什麼? 投票 像那個總統選舉 他沒有美國總統的賀電 他沒辦法上任 阿比亞 他要上任前發生了很多差距 最後 尤其是最後一任的時候 他為了貼那一張當選公告 邱毅帶著那個車隊去撞 去衝撞 玻璃都搶到破掉了 為了那一張 那一張有拍照起來 他才可以上任 就這個 這個時候呢 就是現在 美國完全看不到本土丹人 為什麼? 不正經 要怎麼證明本土丹人 拿出來都是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有台灣政府身份證嗎? 像現在電視媒體報的兩萬人 我看不只喔 看不到嘛 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發行國民身份證 這些台灣人是什麼? The people on 台灣 在台灣上面的人都可以領 這張他們的識別證 那我們講究的是法理 是根據國際戰爭法下法理台灣的未來 舊金商和平條約 然後再來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USMG下面的 美國軍政府 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台灣民政府 有美軍跟台灣民政府 現在不能說看不到本土台灣人 因為美國自己製作的台灣公民身份證 已經申請了台灣人是The people of Taiwan 這英文就是on跟of的差別 就不知道了 就會被他們騙去了 一樣 台灣關係法國內法首創世界特例 伊拉克美國去軍事占領伊拉克 把海山抓起來 為什麼沒有伊拉克關係法 卻有台灣關係法 美國在1978年12月31日 與中國聯合政府在台北斷交後 為維持反共盟友與利益建立的法案 這個法案在1979年4月10日開始施行 它的法律效力追溯到1979年1月1日 為什麼? 要跟他接在一起 應該要跟他接在一起 斷交 中美斷交 然後在追溯過去剛好接住 中間就沒有空窗期 然後死了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什麼叫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它的正確的全文是Chinese Israel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就是Chinese Israel Government in Taipei 成為美國國源底下的民間組織 台灣自已當局擁有管理權 擁有管理權 所以大家千萬要記得 我們在海美接政前 一定要配合他們 遵守他們的管理法 就是說我們在路上 一樣遵守交通規則 不要做違法的事情 我相信都不會有任何事情 不會有什麼法 讓美國完全看不到本土他人 他是為了迴避 必須處理 流亡中國人的責任 當初 這些流亡中國人怎麼來的 是用美 美軍是用美國的軍艦 登陸艦把他們載過來的 所以他載過來之後 後續有很多很難以處理的問題 他就丟著 因為美國利益 丟著 變成說 我們去養他 很麻煩喔 不願意親自佔領大日本帝國 台灣 嚴重延誤台灣地位正常化 將本土他人置於政治獵獄 罔顧本土他人的人權 所以呢 我們秘書長林志森博士 在2006年10月24號 與228位本土台灣人 與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法院 控告美國政府 到底台灣出了什麼問題 大家看不出來 其實問題就是在這邊 1945年8月15號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宣布投降 日本台灣是被美軍佔領的地區 根據佔領法規定 佔領地最終處理目標是 將當地的主權權利 不是主權 主權權利 主權權利就是管理 管理權 交給被佔領區人民所組成的平民政府 平民政府是當地的合法政府 根據戰爭法 但是美軍卻把佔領權委託給蔣介石元帥 造成1945年10月25號的 為台灣光復事件 授權給他 他就可以膽大妄為 這個人 我在南京事件的時候有講過 這個人在中國有很大的壞名聲 他什麼時候 什麼假的都做就對了 然後 一夕之間 被佔領地區的人民變成戰勝國國民 就這樣迷失了68年 戰敗嘛 那導航啊 那導航哪有光復 沒有光復啊 阿公平啊 我現在 揪葛心裡就是 我就戰敗啊 第二本性後失敗 那龐平上當他去調 啊公佛 我本來在爭敗啊 匶匶變成戰勝 歐喔喔 耶耶 那來華伊角 是嗎 愛》 我們善歹的 但是人 喚看看 你明明就是善歹的人 人就是 心里 così還從長 updating 你們通通翻� чем 就是 大日本帝國 投降的的人 對 不可能說我發給你中華民國國民身份 你馬上轉型變成我們自己人 沒有 因為他明知故犯 麥克拉森已經跟他講 台灣人就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包括人也是 對不對 為什麼會那麼高興被騙 那個牌坊上面都寫台灣光譜 然後再加上一些很喜歡 他跟祖國 什麼祖國回去 回中國祖國 等三公 回到他們的懷抱 回到他們懷抱 懷疑到 光復了 我不用做日本人 然後你如果說我七百來變成你 變成這樣 這樣騙騙的 由於佔領區都是戰勝國國民 所以68年來被佔領區內沒有被佔領的人民 他對外就是講 全部都中國國籍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中華民國也是中國 所以都叫做中國 統一法 統一律 OK 來 因此美軍無法協助地區 該地區的人民就是台灣 成立平民政府 而該地區的人權包括公平跟正義也被犧牲了 臺灣看在哪裡 臺灣臺灣 臺灣人民已經認知自己是被佔領下的人民 因此美國必須協助被佔領區的當地人民 及其後代成立平民政府 就是臺灣民政府 才算是佔領區當地合法政府 現在申辦由美國印製美國國土安全部合法的電子晶片 臺灣政府身分證 以證明你是被佔領地區的人民 我自己有帶身分證 這後面有一張晶片 這晶片我們臺灣沒辦法做 這是非常高科技的東西 前面也寫了很多特徵 身高體重 包括名字 那這個身分證字號是沿用他們的系統 因為那個系統是當初美軍 離開臺灣前留給這個流亡政府 管理方便用的身分證字號 而且就當初流亡政府的水準來講 他們沒有辦法做這麼高科技的管制的號碼 所以沿用的話 因為我們是美國軍政府底下所管轄的臺灣民政府 所以我們沿用這個身分證字號 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後面這個晶片 我相信現在我們在外面有看到很多單位 都要請大家去辦身分證 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些都是識別證 很像我們去一個地方 去洗溫泉有貴賓券 還是哪個社團識別證 當然這些身分證件的話 如果鏡頭前所有的觀眾 他如果覺得他錢很多 他可以去申辦 可是那個有用嗎 沒有用 只是識別證 終結本土台灣人苦難的曙光 林志森控美案 原告是Roger C.S.Lin 這些資料 我們在台灣民政府官方網站都可以看得到 請大家自己再仔細看一下 因為字很小 我現在很多學員可能看不到 那官方網站網址就是這個 打這樣去 usmg.ning.com 2011年81號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開始辭職 接受本土台灣人的申請 我們的身分證不是自己核發的 一定要千萬記得 剛剛民主長在這邊 開張明已經講了 我們身分證是由美國核發 不是我們自己發的 2011年12月31號 台灣民政府舉辦旺年會 發放首期的台灣公民身分證 是什麼時候 他當時發證日期 他是寫 2011年11月1號 因為他那時候審核下來的時候 跟來這邊可能要經過很多的 美國政府各方面的核可 到這邊來就剛好 12月31號 那 2013年9月1號 9月5號 台灣民政府 華盛頓DC9會與記者會 我們剛才也看到 那 詳細情況也可以請學員到 官方網站來自己所看 然後 持美國核發的台灣政府 身分證的台灣民政府中央內閣人員 均由美國海關公務門進出 並且證實海關驗證刷卡有效使用 大家也可以有機會去美國的話 有心得可以回來跟大家做分享 我們大家看到那個 今年 2013年 3月13號 第一屆日台精英會議裡面 的部分內容 有一位 日本國智慧隊的那個 中將 他叫大川康夫 這個來台灣 他問了秘書長一個問題 很嚴肅的問 我擔任28年日本國智慧隊 來過台灣10次左右 發現日本人和台灣人 都很尊敬李登輝先生 而且現在台灣人要求維持現狀 為什麼你們 台灣民政府 要把中華民國整個產出掉 笑一下喔 因為他不瞭解嘛 其實我們不是喔 我們台灣民政府要從哪裡接政權 美國軍事政府 是中華民國聯合政府把政權交給美國 美國再把政權交給我們 不是我們直接跟中華民國交接政權 就是大家要一個很清楚的概念 萬一我們在外面 人家跟我們講的時候 我們一樣也是這樣 因為大家一定跟大川康夫一樣 這位先生 他一樣有那個概念 我相信台灣民進會被人吐掉 那我們看看民主長怎麼跟他回答 這68年來本土台灣人只要求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公平 第二個是正義 中華民國占領軍 永遠做不到這兩件事 而且上禮拜 是3月13號那天的上個禮拜 美國告訴我們一個機密 本土台灣人的身份證 都被中華民國做了記號 我看看這裡身份證這裡 這個背面 我們正面是這個 我特別來 這個身份證我其實是放在家裡 那個不要用的東西 通通都把它壓在箱底下 為了今天我把它挖出來 我已經不用它很多年了 然後這邊我們看到那個後面 父母男的部分 尤其是媽媽 他坐的地方很特別 媽媽的 這邊名字這邊 我們手摸粗粗的 他說眼睛如果 視乎有一點吃力的話 不妨用放大鏡看 他是用刻印的 把它刻壓進去 有一排號碼 有一排號碼 那個號碼是做什麼 識別用的 他們有些公務單位 對他們來講是機密 他不會告訴我們 可是美國已經告訴我們 這已經做記號 尤其是開頭 開頭00的 他們自己人 像我們一般都是從02 03開始 一直到18 通通 這個就是代表什麼 本土單人 不是應該的人 所以有些優惠 享受不到 因為他們自己人 他們自己享受 我們是什麼 努力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連那個麥克風都打抱不平 秘書長接著說 你們日本國的人 也不會很高興跟心存僥倖 因為你們的苦難和我們一樣 日本國加入聯合國 聯合國是敵方陣營 我們到日本立國 還是我們比較中肯 比較中誠 我們剛好加入聯合國 我們當然沒有這樣 一樣 還是原來的國籍 是日本國自己 跑去加入敵方的陣營 經濟環境很好 但日本國的人 不能接受秘書長的話 秘書長就說 日本天皇投降的當時 盟軍害怕當時的大日本帝國再度崛起 就讓 就將大日本帝國四分五裂 我們看到大日本帝國的圖 然後 他把北方四島交給蘇聯占領 沖繩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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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給聯合國託館 那現在聯合國就是把沖繩島 交給日本國 因為日本國加入聯合國 他就進管理 然後左方的獨島 獨島就是李明博去登陸 在那邊做石碑的那個獨島 交由韓國占領 南部的台灣Formosa島交給蔣介石占領 日本本島由盟軍親自占領 唯一的目的就是預防大日本帝國再度崛起 關鍵在這個地方 當時開始占領的時候 美國在現今的日本國安排100萬的韓國人 就是左派 在台灣暗示200萬個中國人 在兩個地方的100萬人跟200萬人 就是韓國人跟中國人 各自掌握了日本跟福爾摩沙台灣 政治跟經濟的核心 這是有很大的控制 為什麼防止大日本帝國再度崛起 因為我們知道德國 德國他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短短幾年又崛起 而且反攻 所以有這種紀錄 所以當然對帝國體系來講 美國會遏制在這種方式又出現了一個恐怖的事情 所以他為了預防 就是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一樣把德國四分五裂 大日本帝國一樣處置 大專康夫是日本 等一下不好意思 日本國的中將 聽取秘書長解說之後 他的表情 笑嘻嘻的心態 我了解了 分かりました 一個台灣兩個政府 戰爭結束後本該就沒有交集 是兩條平行線 我剛才講 我們台灣政府不是跟中華民國接政權 美國台灣佔領軍 美國台灣佔領軍 分配佔領 警備總部 這就下來 1945年9月2號 簽署投降書 那時候簽署投降書是誰 崇光魁 崇光魁 然後1945年10月25號 為台灣光復節 1940年10月1號 中華民國滅亡 1949年12月3號 流亡到台灣台北 1952年4月28號 就這樣和平條約生效 1979年1月1號 美國台灣關係法生效 這是剛才我們看那個 1996年流亡政府的總統執選 1997年7月 台灣神動神 那時候李登輝 他要把台灣神動神 宋楚瑜要選神長 要選神長 要把他動神 為什麼動神 不需要 他為什麼沒有把他廢除 有很大的問題在裡面 因為美國那時候 有跟李登輝 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講 台灣省政府就是台灣民政府 不可以把他廢掉 2011年6月29號 ECFA簽訂 國共和解 中國的內戰結束 和解之後 他就沒有理由再繼續待在 台灣了 因為大家兩岸和解不在戰爭了嘛 兩岸是他們 他們的兩岸 我們的兩岸是什麼 台灣跟大日本國 我們是兩岸 他們兩岸是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跟中國政府 是他們的兩岸 我們要分清楚 OK 那美國台灣民政府 其實這我們的名稱 叫做台灣民政府對不對 全部的名稱叫做台灣列島 美國民政府 然後這邊行政長官公司 省政府這樣 他本來要廢省 美國不同意就變成動省 然後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連共病臺 他們的 一直不斷的互動 孤翁會談 九二共識 ECFA兩岸和平協議 那就是一家人了 他們中國兩岸一家親 中國軍 什麼什麼台灣軍一家軍 那是他們的軍啊 武裝難民嘛 中國軍跟武裝難民 兩個是一家軍 那是他們的 跟我們沒有關係 中華民國已經被刺化 所以這個事情結束之後 就美國法理就授權了 2009年4月7號 美國的 高等法院判決下來之後 那個五個判例下來之後 美國就各行政單位 包括國務院 他也慢慢的把中華民國下架了 他的官方網站也看不到中華民國這幾個字 我們當然也不能一直譴責美國政府 那也是現在我們台灣民政府能夠這麼平穩 到現在這樣子 大家都平安無事 我們也要感謝美國政府 各行政單位的配合 OK 那個 這邊是根據戰爭法的程序 宣戰開始 然後軍事政府成立 軍事政府佔領 成立人民政府 這是平民政府 Sivil government 然後就跟我們正式成立之後 將來會有一個正式的政府 有國民國會憲法跟國旗 這將來在做處理 結束軍事佔領 撤軍完成正式主權的國家 這一段 是根據國際戰爭法 戰爭法的一個程序 宣戰 1941年12月8號美國宣戰 羅斯福在國會演講 邪惡的大日本帝國 他就是罵我們 這五個判例 各位學員一定要記清楚 這是重點 誰是控美案原告 Roger C.S. Lin 林志森先生 我們看到他身份證上 Roger C.S. Lin 美國政府唯一支持的是原告 台灣人民請勿上當 台灣民政府 祝你平安 鏡頭上 美國司法部跟台灣民政府往來信見 看到 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Justice 這是美國司法部的英文 他這裡就寫 Mr.Roger C.S. Lin 他就寫 台灣Civil Government 後面有一個簽名 Sincerely 陳志的什麼的 簽名 台灣民政府基金會的註冊文件 T.C.G Foundation 為什麼用Foundation基金會 美國政府他各個政府機構 不像中華民國這麼管理 自己 自己有一個會計部 沒有 他們都是有一個基金會 基金會是公立 是抽離的 跟那個單位沒有任何關係 是由 政府的那個基金會 管理它裡面所有的贓物 所以在調查的時候 直接由基金會去調查 那個行政單位的機構 所有的財務流向 所以用基金會來管理 這是在華盛頓華府辦公室 台灣民政府華府辦公室的相片 看到外觀 當然現在 那個 有稍微變動一下 辦公室的位置 不過還是一樣在這棟房子裡面 華府辦公室那一部的相片 這都有文件 將TGG基金會更名全名為 台灣民政府基金會 這整個 這些文件 在台灣民政府官方網站也有 它是寫正名文件 大家按搜尋直接去看 都在內容裡面 台灣政府之美國官方何可正名文件 我們現在出去可以講 美國台灣政府嗎 不行 因為美國台灣政府它上面沒有 沒有主管單位 台灣民政府是根據國際戰爭法成立的 所以上頭的誰 美國軍事政府 我們不是自己沒人管 我們上頭的一個美國軍事政府 跟我們管 台灣政府是在台灣民政府架構下 試行運作 所以在外面 如果你說他叫台灣政府的 請你不可以受騙 台灣政府正式完成美國官方註冊 政治組織的登記書 在什麼時候 2013年的6月18號 6月18號 這張 事情運作的 台灣政府的 政治組織的登記 OK 這是哥倫比亞特區的旗幟 對外界不了解國際法理應有的態度 我們在跟人家對談 在介紹我們台灣法理的時候 我們要有這種態度 我們雖然是正確的 可是我們態度一定要平和 雖然是四柔 四柔的意思是什麼 力道很有 可是我們語氣要平和 理正契合 他不了解還是罵我們 笑笑了就好了 不用跟他玩家 因為我們說 我們說真理 我們可以跟他玩家 我們笑笑 謝謝 我們怎麼就是這樣 沒關係 我才有文件 有那個簡單的文宣你看 有那個網站 你自己在那裡看看 謝謝 笑笑 笑笑 根據國際戰爭法 我們就回應 網路上也一樣 我們他說什麼 我們就要說 他說歷史 怎麼樣 我們就要說 經濟國際戰爭法 占領無疑專注款 流氓政府不得 集體合法 會加這個 拍拍 回應就好了 我們經濟什麼 法律 公平和正義 台灣法理的真理是獅子 當有人侮辱你的時候 要記得獅子 不會因為聽到狗廢而回頭 我們這句話記住就好了 所以笑笑 我們知道 有在背 我們獅子給他 可以改價 笑笑 台灣民進府的主張和立場 這每一周的那個 會議 或是那個 演講或是一倍 一定會念到的這個 經濟國際法例 由台灣國際地位政政法 反對美食建國 獨立 主題 第二 遵守國際法 包含 萬國共法 國際政政法 與金山合併 調用 第三 不需要保護武力 但祝福各種方法 輸入 王中華民國 結束 在台灣的線 就是 對中國 市民健康 這個字要念十 十五的十 十民 不要念一邊 市民 對中國 市民健康 劉王中華民國 政府 對黨政府 不合作 沒有配合 所以我們要去選舉 我們不會跟他配合 我們希望 你趕快想想 趕快 趕快去做國 我們支持一中政策 我們要記得 我們支持 台灣民政府支持 一中政策 因為什麼 他們流浪來這裡 他們家裡已經 不要跟他完結了 反應 我們支持你 一家家 好害 OK 日本天皇 保有所有權 美國總統 握有占領權 美國總統 握有占領權 美國總統 握有占領權 美國總統 有這個順 目共共法 實現 台灣地位 政權法 就是這樣 目前也只是這樣 這就是在旁邊 那兩百度 剛才介紹的 我們的大家長 就躲在這裡面 我把他們請出來亮相 美戰 美國總統 他手握的 這是什麼 聖軍 按著聖軍 發誓 宣誓成為美國總統 台灣民政府是台灣法理 我們做的 台灣民政府是台灣法理 台灣民政府是台灣法理 台灣民政府是法理台灣 台灣法理是我們共同的信用 用養成每天上台灣民政府官方網站的習慣 跟我們每天十一住行一樣養成習慣上去 閱讀專欄文章 增長 內涵 在日常生活中 和周遭親朋好友 和環解鎖 耐心引導 要用耐心的 因為我們是政府的 我們政府官員 我們不要把自己政府官員 那個人家 我們要有那個 含用 我們很好的人說 那個 比較有語氣 比較和緩 跟朋友說 那個動作 他是我們家的人 他不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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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跟我們一樣 奔託台灣人 我們對自己人的 很壞 沒有 我們一樣 人好人 不管食材也好 出口也好 我們 美國國旗掛帳 他就開始問了 台灣民政府旗掛帳 他就開始問 我們就好辦法說 勇敢掛帳 沒關係 我們一樣 因為美國國旗 台灣民政府的國旗 台灣民政府的旗 旗幟 是什麼 合法的 不是我們自己變的 像外國的外國 外國的台灣國 求空辦 我們自己選 那邊旗子是自己做的 我們引導的是真理的道路 指引著迷思的本土難人 倒歸正土 一起依著 國際法理 安穩的走出政治煉獄 步入台灣國際地位的正常化 今天講到這裡 感謝 各位好玩槍 起立 起來